西区决赛第四战 系列赛0比3落后的灰狼 在客场105比100击败了独行侠 拿下了这个系列赛第一场比赛 目前独行侠还是3比1领先 第五战将会拉回到灰狼队的主场 那这场比赛很多人在关心 为什么灰狼队在客场可以赢球 尤其是三连败之后 我想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独行侠的替补中锋 Direct Lively不能打 这是个蛮大的关键 216公分运动能力出色 二波的篮板跟整个鞋防能力 非常棒的Direct Lively 在少了他之后 独行侠的内线 第一个 吃饼少一个人 第二个 鞋防跟二波的跟进篮板 少了一点威胁性 因为不管是Maxi Kleber 或者是Duan Paul 这两名替补的常人 他们在二波的进攻 跟运动能力机动性方面 都不像Direct Lively二世 这么的有侵略性 所以在打法上 在整个禁区的 篮板的保护跟二波的进攻 少了Direct Lively的运动能力 跟他的二波的跟进 对独行侠的战力 是有影响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其实前三战 会狼队虽然都输球 但是会狼队都非常的接近 会狼队只要在关键的决胜期 最后那两到三分钟 投进一两个关键球 整个局面就不一样 或者是独行侠 miss掉一两个关键的play 我想整个战局都会改变 所以基本上 独行侠跟会狼这个系列战 双方是五五波 会狼队并没有落后那么多 这也是第四战 会狼队可以在 逐课场 营球一个 另外一个原因 那第三个原因是 今天会狼队有两个神仙 第一个神仙是 Anthony Edward 他攻下了29分 另外一个神仙 就是13头9重 被大家称为软堂的 Car Anthony Towns 他这场比赛 他虽然遛犯离场 但是在第四节 他的两次 蓝底下的进攻 跟两季的关键三分命中 这连得12分 带动了整个 会狼队反扑的气势 所以关键球 当Anthony Edward 可以两度 在中远距离 把球命中 而Car Anthony Towns 可以连续命中 三季的三分球 在决胜的 最后的八分钟里面 整个会狼队的进攻体系 没有问题 他可以守得住 他可以投得进 灰狼队他整体的战力 就被拉了上来 所以 其实灰狼队 对独行侠 他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第五战回到了 灰狼队的主场 灰狼队赢球的几率 是蛮高的 你说灰狼队 可以连胜四场翻盘吗 我不这么看 但是灰狼队赢得 一到两场 绝对是有可能 所以对灰狼队来讲 信心回来了 Car Anthony Towns 感觉回来了 Anthony Edward 打得更聪明 那么只要灰狼队 持续他的防守的强度 在篮板 在禁区的得分 在整个队位方面 不要太吃亏 我相信灰狼队 第五战 他是有机会赢球的 而且在最后的 决胜五分钟 灰狼队摆出一个 一小四大的阵容 两个七尺的长人 两个205公分的前锋 再加上 193的Anthony Edward 真的跟现代篮球 小球的趋势 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灰狼的风格 所以第五战 灰狼队的主场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